软溜桂鱼 软溜桂鱼是山东的一道名菜 做这道菜需用主料是鲜桂鱼一条 重约一千克 烧酒十五克 葱段三克 湿淀粉十克 葱姜 蒜末各两克 清汤一百五十克 酱油二十克 葱油三克 金盐少许 姜蒜片各三克 花生油适量 红绿胶丝少许 味精少许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把宰杀好的桂鱼两面分别划出波浪刀痕 在鱼身上抹上酱油 略微腌制一下 然后撒上金盐 入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将炒勺放在旺火上加入花生油 带油烧至七成热时 放入鱼 炸一下 然后捞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入鱼 盘子里点上葱 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入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再放到蒸笼里 用旺火蒸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取出后去掉葱、姜 然后将汤浸入碗中 炒勺放到旺火上加入花生油 放入白糖炒化 加入清汤 加入酱油、醋、绍酒、葱、姜末 放入红绿胶丝 烧开后用湿淀粉勾芡 最后淋上葱油 浇在鱼身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刀工要好 从刀口处取鱼腮和内脏的时候 不要破坏鱼身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如琥珀 软嫩鲜香 口味酸甜 然后放入盤子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